是PlayStation不认证的第一部手机 你比如看到进去Xperia Play的一个App 它已经预先预载了几个 这就是它们刚刚下载的 它本身会有Bushly 会有Fever 10 这里有几个游戏 比较熟悉一些 可能是SIMS 其实你按这个More Games的时候 你就会看到有很多一系列的游戏 你可以用手指 touch screen这样按 或者你左右这样按也行 这些游戏就全部是 它是优化了可以支持到这个十字枝 你见到有些游戏本身在Android市场出了 都不顶的 总之就是可以支援到十字枝 有些是免费的 有些要收钱 另外还有一个游戏就是 就是PlayStation自己本身的 那我先出去吧 平时可以按Home 如果出到这里 我们按进去这里 你会看到有Xperia Play 或者这个叫PlayStation Pocket 我想说一个PlayStation Pocket 因为作为第一部认证的PlayStation手机 其实它送第一个游戏就是这只古画廊 很多人以前都玩过 你其实也可以透过 今天这里还没关系到 因为我们的WiFi 其实它里面就会有 PlayStation 其实现在有五六只 是SEA那边出的游戏 都可以透过这个体度 所以顾名思义之前说 PlayStation Suite 在NGP发布会一月底的时候 介绍NGP的新机 也说了PS Suite 就是透过这个PlayStation Pocket 去安装的内容 这个是只有认证了手机才会有这个东西的 如果说到基本的电话功能 它会有 譬如这个是Sony Ericsson手机才会有的 就可以把新浪微博、Facebook那些东西 都可以放上来 它就会直接配合过来 你可以看到最新的朋友的资料 这个相片也是PlayStation 对不起 Sony Ericsson这个才有的 可以这样循環到看到自己的相片 如果是游戏的话 它本身就先放在这里 你看到刚才玩的PlayStation Pocket的游戏 这些也可以 譬如我们可以试试按进去玩这只古画廊 我可以继续 因为我之前其实是玩的 对 你看到它玩的面也挺漂亮 还有 抱歉 我一来就死了 哈哈哈哈 那一块是不能炸的 哦 这一块的 对 这样可以示范一下 其实它也很流畅 而且按针也挺好按的 哎呀 但是我比较差一点 真的死了 其实你看到现在我用的是十字键 其实它还可以用到中间你看到的操控键 我试试按开始 其实你平时在玩游戏的时候 你可以按这个键 它里面可以有一些 例如控制器设定 然后按按按键 其实比较留意它好像美国版本 按键叉就是确认的意思 圆圈就出去了 现在想由十字键 改为用中间的这个键盒去控制 那就按这个键盒 玩的时候 然后进去控制器 进来的时候就选择 assign button 3 你看到其实有很多个不同的款式 给你可以怎样控制 如果你想用中间的键盒 就可以选择type 4 那我选择 我现在按了 那你叫我出来 那我就可以 用中间这个 哎呀 那死了 常常中这个 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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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有些玩游戏 有些人喜欢用中间的十字键 就是中间的触碟 都挺方便的 对了 那可能你玩一些 可能streetfighter 那些可能会比较好按一点 对 那大致上 这一款可以 你可以再试试其他 不同的款式 想出去平时就这样按一下这个 那有时候你想玩一下 想展示一些你自己玩的东西 那你可以这样用这个功能 其实它平时 用一下的时候 你这样掃下来 就会用一些你开了的 Moditask 的东西 可以开 那这个就是刚才玩的那只 孤瓦罗 那大致上就是这样了